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再快一點點沒關係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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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欣賞他的見證還是他的生命的經歷 他坦白的跟孩子講他曾經有這麼一件事情 現在我們要去那個地方 對爸爸來講是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他們就把外邦人的神像 耳朵裡的環子交給雅各 雅各都藏在事件那裡的像樹底下 他沒有把他丟掉 他把他包起來藏在樹底下 他們往前起行前往 神使周圍成立的人都剩精具就不追趕雅各 所以雅各擔心的事情 神用一種害怕心理學讓那些人不追他 所以就沒有事情 好 於是雅各跟一切同他同在的人 到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 原來的名字叫路斯 後來雅各把人家改成伯特利 第七節我們一起來念 來 他在那裡逐了一座坛 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 就是伯特利的神的意思 因為他逃避他哥哥的時候 神在那裡向他顯現 所以 伊勒伯特利 他本來在二十八章的時候 把那個地方叫伯特利 在這個地方他把它改名叫伊勒伯特利 所以從伯特利到伊勒伯特利 是有一點點的變化 也許我從這裡開始講 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 神的家 那麼伊勒伯特利是神的家的神 有不同嗎 有不同 也許我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他們不同在哪裡 這是伯特利的英文名字 不是屬我的 是我住在那裡的地方 所以重點是地方 是神的家那個家 可是 雅各從二十八章去流浪 二十年再回來以後 他見了坛以後 他重新取名字 他多了一個爾 所以前面爾後面爾 叫爾伯特利 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他現在把它改成是爾 爾伯特利 這是House of God 這是God of 所以是God of House of God 所以當雅各經歷到神跟他顯現 在他走投無路的時候 他認識這個地方是神在這裡 所以他說這是神的家 所以重點是地方 當他再去流浪了二十年 再回來以後 他發現讓這個地方成為神的家的 其實是神 重點不在地方 是在神 所以他就把神再拿出來 神包頭包圍 就是 是神讓這個地方成為神的家 不是這個家 這個就有一點意思 就是和平教會 現在蓋了這麼美的禮拜堂 讓我們在這邊跟神親近的 不是這個建築物 是因為我們在這裡 可以跟神親近的那個神 讓這個建築物成為神的家 而不是因為我們花了三億 蓋了這個禮拜堂 讓神住在這邊 為什麼 因為神是住不了人 所蓋的房子的 當所羅門蓋的最大的聖殿 金碧輝煌 他要奉聖聖 他講一句話說 耶和法 有誰可以蓋一個房子大盜 讓你住進去 根本不可能嘛 這個就是數學的問題 無限怎麼住在有限 這個叫不可能嘛 神是整個宇宙的神 那整個宇宙都不夠祂住 我多厲害 我能夠蓋多大的禮拜堂 讓神住在那裡 根本不可能嘛 是神選擇在這裡跟我們親近 所以這個地方才叫神的家 不是因為我們蓋的一個不得了 所以神就很高興的 就會住這裡不可 沒有那個事 所以當我們在裡面 我們跟神的關係搞砸了以後 蓋的太漂亮的地方也沒有用 神不會被關在禮拜堂裡面 這個觀念就跟一般的信仰不一樣 一般的信仰是那個地方很重要 這是哪裡的媽祖堅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的意思嗎 這是鹿港的 這是大甲的 一樣是馬祖要看是哪裡的 因為那個地方的馬祖比較靈啊 所以你要拜要跑到大甲去 要跑到什麼宮有沒有 一樣是馬祖你要跑對啊 因為那個地方的神明比較靈驗 所以那個地方性比較強 比較強那個地方很重要 可是基督教重點是不是地方 是神 因為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韓國的那個禮拜堂好像那裡就比較靈啊 還是台灣的什麼地方比較靈齁 其實在你家的廁所就很靈啦 這樣懂嗎 我故意講嚴格一點 神哪裡都在 只要你誠心地禱告祂 祂不在乎你在哪裡 你在病床在哪裡都好 地點不重要 重要是你的心態啦 所以當你把神當神的時候 把神擺在第一位的時候 就叫 當你把你蓋的房屋 認為最重要 我們蓋得這麼漂亮的禮拜 你就是 這樣懂嗎 伯特利神的家 重點是那個家 知道嗎 你蓋的那個壇啦 蓋的那個 不管你做了什麼 你手做的 你覺得我蓋得這麼漂亮 神不住不好意思吧 祂總會來住吧 神說我知道不一定這樣 但是如果我把神當神 把神做我生命最主要的時候 其實地方就不重要 或許這樣講 但如果你們夫妻的關係 很甜美的時候 住哪裡就不是那麼重要 當夫妻兩個有問題的時候 你住在伯特利山莊 你住在最美的地方 還是很糟糕啦 所以是那個關係 你跟神的關係 你有沒有把他當神 就是我要把你當作我的神 這個讓我住的這個地方 變成神留意在這裡 跟我同在的地方 所以記不記得 聖殿很漂亮的時候 以色人在裡面胡搞亂搞 那以希姐就看到 耶穌法就離開了 他們一樣行禮如宜 在那邊獻祭啊 一樣做這些儀式都在 可是神已經離開 他們不知道神已經離開了 因為關係已經有問題了 只有那個房子幹嘛 我想我們所有婚姻都知道 讓我們幸福的 是在房屋裡面那個人的關係 所以在這裡 所以我要強調就是 這個我們跟神的那個 愛爾 是比北帝爾更重要 所以他就叫愛爾 北帝爾 就是 這是神的家的神啊 所以雅各 我想他經過這麼二十年 一串下來 在開始神跟他顯現的時候 他認為這個地方很重要 所以他還把石頭 本來是枕頭 把它弄起來有沒有 變成柱頭有沒有 然後上面還交友 還做儀式 還自己來禱告 然後就是將來這個地方 我要回來 一直將 重點是地方 等到真的繞了一圈再回來以後 他會發現說 其實重要不是這個地方 重要的是神 所以他就說 北帝爾再加一個 爾 了解嗎 他說重要的是爾 重要不是bet 所以叫做 爾北帝爾 所以當你知道這樣的以後 聖經只是這麼幾個字帶過去 其實背後 我的感覺是有一點 他想要傳達的 那個神學的意義在這邊 就是 所以 第七節 他在那裡足了一座壇 就給那個地方起名 本來他給他起名是 伯特利 這個時候他就把他起名 叫做伊勒伯特利 這是伯特利的神 其實 這個不是他自己發明的 其實是在他 岳父家裡吃憋的時候 神就跟他說 我是伯特利的神 神就給他這樣講 我們看三十一章 三十一章十三節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在講義旁邊寫一個 一個是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十一節 一個是三十一章十三節 一個是三十二章七節 這三個地方 剛好把伯特利 在雅各一聖中的經歷 串起來 可以這樣看 我們看三十一章 十三節 十二節 也許我們從第一節來看好了 三十一章第一節 我們看一下 就是雅各在那邊 混不下去的時候 神就跟他說回家吧 雅各聽見拉班的兒子們有話說 雅各把我們父親所有的都奪去了 並借著我們父親得了這一切的榮耀 意思就是說在嫉妒啊 因為他們是兒子 他們養的養怎麼越來越瘦 那雅各養的養好像越來越胖 他的財產就不太高興 臉色難看 好像說自己老闆的兒子 一樣在公司裡面 自己做的業績都不好 那旁邊的請的人工機 業績越來越大 這個孩子就說這個怎麼可以這樣子 他怎麼可以做的比我好 類似這樣子 他常常就不高興 不高興呢 雅各看見呢 這個孩子講的話也影響了爸爸 這個爸爸的氣色 那個就是出門看天色 入門要看臉色 你看人家臉色已經不太好看 你自己要知道才四 就是日子不好過了嘛 那氣色不像以前的 耶娥對雅各就開始跟他講 你回家吧 你要回你主你父的地 到底清楚我會與你同在 那雅各就一聽到上帝這樣講 趕快把他的太太找來 到天內來 因為不敢在家裡講 怕那個他爸爸有裝那個打錄機 還是什麼攝影機嘛 這個萬一知道就跑不掉 因為他是他爸爸的免費的功能 幫他賺很多錢 也不容易走啦 不是說走就走 所以他叫太太到外面來 就是這樣比較不會被偷聽 就把他找過來 然後就跟他說 看你爸爸臉色對我不太好 但是你爸爸的神 就是我爸爸的神 都跟我同在 你也知道 我盡力的幫你爸爸做事 他把我改薪水改了十次 五年改了十次實在是很厲害 他每半年改一次 然後他說 如果說有點的關於做工價 我生的就有點 他改成有文的 生的就有文 那沒辦法 他怎麼改 上帝就怎麼讓他生的 都是我的工價 所以他的薪水就越來越好 那他還做了一點 那個應該是基因工程嘛 就是 要生小羊的時候 他弄一點東西 結果生出來就是這樣 那好 接下來 這個就是他訴說 上帝怎麼樣 讓他在很苛刻的老闆下面 還可以累積財富 好 十三節 就是這一句話 有沒有 我們一起來唸 來 我是伯特利的神 好 這句話 就這一句話 我是伯特利的神 這句話對 對雅各來講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想起二十年前 在伯特利 神跟他有一個來往 神對他講一些話 他也對神講一些話 所以等於 這幾個字等於告訴雅各說 你不要忘記二十年前 我跟你講過的話 還有你跟我講過的話 這個很重要 結婚的時候 牧師都會問新郎跟新娘 說 你願意從現在開始 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照顧他嗎 那新郎說 願意 然後會問新娘說 不管怎麼樣你願意嗎 新娘說願意 他們兩個人都在牧師前面 講了願意兩句話 可是這個就變成他們的 一生的契約 這樣懂嗎 我們叫蒙約 就是說我們在上帝的面前 跟眾人面前 許了這個承諾 換句話講 上帝就把二十年前 上帝對雅各講的話 還有雅各對上帝講的話 是視為蒙約 所以你不要忘記 我如果主持婚禮 我都會拿那個戒指 起來說這個是你們今天 互相許蒙約的記號 我們叫Sign 我們一定用最貴的金索 而且戒指是圓的 我都會說 最貴代表你把最寶貴的自己 給對方 你給的不是錢 不是你的地位 不是你的什麼 是你自己 那簡單講就是 如果你把自己都給對方 你就沒有剩下有自己 可以給小三 這樣懂嗎 你知道我對婚禮的感覺嗎 就是婚禮的感覺是 我把我的生命 我的整個給你 這就沒存 如果我一半給你 那我就還有一半 還可以去找小三小四嘛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了解 我在結婚的時候 當我說願意的時候 是我把我整個自己給對方 所以這個是最寶貴 是我啦 這個我給你 所以那個就是 那個金屬 最貴的金屬 代表我 那第二個是說 這個圓代表 你找不到終點 因為它是無窮無盡的 所以代表我對你的愛是 沒有挺的 沒有到什麼時候為止 就是到死亡 我沒有了 所以我都會跟信長信長說 你要戴戒指的時候 你要記得 將來你洗澡的時候 不管什麼時候 你看到戒指就記得 你曾經在今天 在上帝的面前 跟你的配偶 許下這個 一生的約 那這個觀念 這個我們叫COVIDENT 這個觀念 就成為我們聖經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所以聖經叫做 新約舊約 這樣了解嗎 不管是舊的那一本 新的那一本 都用約 約代表我們是講話 講話算話 以後 我跟你的承諾 就成為我跟你關係的 一個標準 用這個來衡量 我有沒有照這樣做 那在伯特利的時候 上帝講了一些話 雅各也講了一些話 上帝就叫雅各說 你不要忘記 你要照這樣做 你說 你要敬拜我 可是你回來都沒有做 你該做的部分沒有做 你是不是應該要做啦 所以雅各說好啊 對不起啦 記憶力不好 所以那就全家人要搬去 要還願 就是該做的事就要做 所以我是伯特利的神 就是這是我跟你蒙事的 那地方的神 那伯特利的神就代表 神有答應雅各 他要做四件事情 雅各也有答應神 他要做四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來結帳 看我有沒有照我答應你的做 有吧 四個我都做了 那你有沒有照你答應我的做 你做了幾個 我們在婚姻的時候就說 以後不管是有錢沒錢 健康生病什麼什麼 我都會在你旁邊 我都會支持你 我會保護你 我會尊敬你 我會怎麼樣你 其實那就是一個承諾 我們不是就講說 我就是做你老婆 不是 背後就有 不管往前 我們的人生怎麼樣 我們的處境怎麼樣 我們的經濟能力怎麼樣 我們健康體貌怎麼樣 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做你的支持者 我就是做你的幫助者 那個是我們的承諾 跟這個一樣 這個是類似的 所以 那 他說 你在那裡交過柱子 你向我許過願 所以神提醒他兩件事情 你做了一些儀式對不對 這個是敬拜的儀式 還有你向我許過你要做什麼事 他許的願就是說 我就以你為我的神 還有我如果賺錢 我十分之一奉獻給你 他許了這麼一些事情 一些是比較實際的 一些是比較neverless 比較不那麼實際看得到的 然後他就說回本地去吧回去吧 那這個是在拉班的地方跟他講的 那雅各是回去的 可是沒有回到伯特利 他只有回到事件 就停在那邊 一直到發生了這個不幸的強暴 還有殺人的事件以後 上帝在第二次跟他說 忘記了嗎 我要你回來不是回到事件 你要到伯特利去啊 所以35章這裡 我們剛才所念的就是 要他回到伯特利去 好 那我現在呢 要稍微介紹伯特利 伯特利 他叫路斯 路斯啦 這是原來的名字 後來雅各因為他有這個經驗 他就把那個地方改了 也許你們兩個人今天在哪裡約會 你們兩個就給那一個地方取了一個匿名 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也許我們就是一講到那個 那我們就知道我們在講什麼時候在哪裡 我們做過了什麼事情 所以雅各就有這個 他就把那個地方自己改了一個叫伯特利 就是這是House of God 上帝的家 那給他取了一個名字 好 那這個 這個城呢 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邊 大概12英里的地方 所以不是太遠 快要到耶路撒冷 那麼他是在那個 這個伊法蓮跟賤雅民兩個支派分的地的界線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聖經搞不懂 到底伯特利是屬於賤雅民還是伊法蓮 他剛好是在那個邊界的城 那個 伊法蓮是後來就被割成那個北邊的 北半國的那個十個支派 那賤雅民是被割到南半 所以呢 這個伯特利剛好就在這個 北國跟南國就好像南北戰爭那個邊界城 那因此呢那個國王 那個從羅伯安分到 從羅伯安分到始祖的那個人他很怕 他的老百姓又要去耶路撒冷敬拜 然後民心又歸向南國 所以他就在最南邊的那個城裡 就弄了一個廟 然後就叫北國的人說 去耶路撒冷很麻煩 在這邊拜就可以了 所以伯特利其實本來是雅各 就是以色列支派他的祖先的信仰 經歷一個很重要的中心 後來慢慢變成拜偶像的中心 這個也是很遺憾 因為那個地方是很重要的交通要到 要到南國去會到那邊去 他就把它改成一個拜扭堵的那個中心 等一下會給大家看看這些經節 好 那我們先看 伯特利對聖經來講 第一次出現是創世紀十二章 上帝要亞伯拉罕全部搬家 從哈蘭到迦南地的時候 的第二個城就是伯特利 創世紀十二章 第七節 我們從第一節看 這個是 耶穫華叫亞伯蘭還有他爸爸 他們搬家從烏爾搬到哈蘭 爸爸就不走了 就住在那邊 一直住到爸爸過世以後 耶穫華跟亞伯蘭說 我不是要你搬到這邊 這是半路而已 你要往南搬 要搬到迦南地才是 所以他爸爸死掉以後 耶穫華就對亞伯蘭說 你要離開本地本族附加 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 就是要離開哈蘭 往南邊去 那我叫你成大國 赤福給你 叫你名字做大 所以大福大國大名 這是大 這是你的影響力很大 這個我稱作影響力 Sphere of influence 然後你的blessing 你的恩典很大 還有你的名聲 就是大家很尊敬你 那你對別人有很多的影響 你有很多的恩典 而且你也要叫別人得武 我說這一句話是很特別的 這個是大部分的宗教都會說 如果你拜我 我就給你什麼都大大大 你不只自己大 你還會讓別人大 你要讓別人得武 那接下來就是 你可能會成為爭議的人物 因為有為你祝福的 有為你咒詛的 所以一個跟耶穫華的人 並不是大家都認為他好 他可能會引起不同的反應 極端的反應 可是上帝說沒關係 我是老大 我做你的靠山 如果對你好的我就對他好 對你不好 我會對他不好 那經過這個過程以後 地上的萬族要以你得武 好 第四節 亞伯蘭就走了 然後羅德就是他的 應該是哥哥還弟弟的兒子 他的嫡 因為爸爸過世了 所以就跟著他 他也把他帶走了 那他出哈蘭隊 亞伯蘭把他的妻子沙萊 還有侄兒羅德 把他們哈蘭所繼續的財物啊 人口啊 牲畜啊 都帶到迦南地 就是他們的應許地 就到那邊 亞伯蘭就在那地方到了事件 這個事件 就是我說那個不幸的事件 那個就是亞伯蘭進去 也是進去的第一層 所以他的兒子回來 第一個層也是到事件 這個沒有錯 這是從北方下來第一個層次 那有一棵樹叫魔力橡樹 那迦南人住在那邊 好 亞伯蘭就向亞伯蘭顯現說 我要把這個地就是迦南地 賜給你的後裔 所以上帝給他的承諾是兩個東西 一個是地 一個是意 亞伯蘭在那裡 為向他顯現了 足了一座壇 這是第一座壇 所以亞伯蘭在迦南地的第一座壇 是在事件 就是發生這個事件的事件 然後呢 他又從那邊往南遷到伯特利 伯特利 東邊的山 自大帳門 西邊是伯特利 東邊是愛 在那裡 所以這個是伯特利第一次在聖經出現在這裡 亞伯蘭進去迦南地的第二個壇 因為第一個壇是在事件 然後後來因為那個地方飢荒 沒有東西吃 所以他就到埃及去 那到埃及就鬧了一些事情後 後來又回來 回來又到伯特利 好 我們看13章 創世紀13章 我們從第一節來看 他不是去埃及嗎 那老婆太漂亮 怕人家把他殺掉 然後他就說 我老婆是我妹妹 那人家就把他取去當老婆 然後他又 亞伯之王 他跟人家說是我妹妹 所以他拿了很多聘金 可是老婆就被人家帶進去了 可是上帝不喜歡 上帝說怎麼可以這樣 就警告那個埃及王 埃及王就罵他 你那個阿騙 都沒有騙他 他真的是我妹妹 他就講一半嘛 他沒有講說他是我妹妹 也是我老婆這句話沒有講 後來埃及王說趕快走趕快走 讓他走 聘金也忘了要回去 所以亞伯蘭真的賺到老婆 又賺到聘金 不知道這種賺法 他老婆有什麼感覺 就是用豬賣老婆賺錢的方法 Anyway 上帝對他真的很好 他實在很爛 然後他就你看 亞伯蘭就帶著他的妻子 羅德一切所有的從埃及經營很多 這其中有一些是那個聘金 他就斷了 杯杯彈 那埃及王大概嚇壞了 就是都不敢了 說走走走走 給你了 趕快走就好了 這個叫屈阻出境 應該是這樣 好啦 他說南地間間往伯特利去 到了伯地愛在那邊 他以前祖壇 就在那裡求告 這是第二次 伯特利在聖經出現是 亞伯蘭做錯事情 而且是懦夫一個 但是上帝還是憐憐他 讓他脫離那個困境 他又回到伯特利的地方 又在那邊再一次敬拜神 這是第二次出現 第三次就是28章 我們看算是28章 就是這個亞伯蘭的孫子 這個雅各騙他爸爸 騙他哥哥 然後哥哥不高興 要殺他的時候他逃難 就逃到這個阿公 曾經在這邊兩次祖壇的地方 他睡著 好 28章 我們從往前一點 從第一節看好了 就是他的爸爸 就叫他來說 你哥哥娶這個外國人 講話我們都聽不懂 我們實在很難過 你就要娶一個我們聽得懂的 就叫他回到故鄉去 就是不要娶當地的女孩子 因為這個是外配 那叫巴旦亞蘭 就是哈蘭的地方 到你的外祖父比土利家裡 帶你媽媽 舅舅 拉班娶一個來當老婆 他就祝福他 讓他生養眾多 把亞伯蘭人的祝福賜給你 讓你承受 這是亞伯蘭人的地 雅各就走了 他就到巴旦亞蘭 到拉班那邊 拉班就是雅各 以嫂的舅舅 好 那以嫂發現這個 因為他娶了老婆 爸爸媽媽不高興 所以他再去討了一個老婆 那他又去討以史瑪莉的女兒 女拜約 我們以後會看到以嫂的後代 然後雅各就逃難了 就住了別四八 他爸爸住那邊 往哈蘭 就走到要離開迦南地的時候 就是這個伯特利的地方 太陽落山 他就住 撿一塊石頭當枕頭 睡著了 有夢見 一個梯子在地上 頭頂天 所以這個梯子 我把它稱作天梯 頂天立地 應該是這樣 他頭頂天 他腳立地 然後有神的使者 在梯子上去下來 耶和華站在梯子上 站在他旁邊 我是耶和華 你的主 亞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我要將你所躺過的地 給你跟你的後裔 這個就是亞伯拉罕的應許 現在要給他 你的後裔像地上的沙那麼多 東西南北開展 地上萬族 因你和你的後裔 這一句話重要的話 又在 好 再來他就答應他了 他說 我跟你同在 不論到哪兒 我保護你 所以同在 保護 還有領你回來 不會離開你 一直到我向你應許 所以神給他的應許是 同在 保護 還有帶領 雅各睡醒的時候 他說 哎唷 耶和華在這裡 我竟然沒有發現 就害怕 這個地方很可怕 不是別的 這個神的墊 這個墊就是House of God 這個就是Bethe 就是神的家 中文化成神的墊 天的門 從這裡可以到天 因為有一個樓梯 他可以到天上去 清早就起來 把這個本來是橫放當枕頭 就立起來當做柱子 就交遊做他的儀式 那就給他叫做佛特利 神的墊 其實這是神的家 House of God 那個地方原來叫路斯 好 現在開始 雅各講話 雅各喔 雅各不管跟神跟人講話 都會 怎麼講呢 都會加一點利息 上帝答應他是同在跟保護 跟帶領嘛 他說 我怎麼沒幫他家 你跟我同在跟我保護有什麼用啊 我把刀搖搖啊 是不是加一點那個 所以他很厲害 上帝也很慷慨說好 那就這樣 所以你看 好 同在也要啦 保護他也要啦 然後還要吃還要穿你看 所以雅各這個不是省油的燈啦 他說這個很實際的 你要給我啊 你只有給我保護啊 給我同在 那個呢 然後還有讓我平安的回到我父親 還要帶我回來喔 那我就以耶穌爾為我的神 這句話很好 所以本來神是什麼 是我爸爸的神啊 是我阿公的神啊 知道嗎 這個台語叫做 所有基督教家庭的孩子 開始的時候 都是跟爸爸去教會混 因為你不然去哪裡 你爸爸去教會 你就跟著去教會 你還能去哪裡 你不去教會就挨打嘛 所以就去混 一直混到有一天 他自己長大以後 自己有一些宗教經驗以後 他才變成說 這個不是我爸爸的神 是我的神 這是每一個在基督教家庭長大 孩子要有的經驗 雅各就有這個經驗 他說好啦 如果我真的有這樣的經驗 那這個就 我不是二手禍 我不是跟我爸爸拜的 我自己知道 神是真的我的神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改變喔 我爸爸的神喔 變成我的神 然後這個柱子 這個石頭 就變成神的墊 他要把這個石頭奉獻 要蓋一個敬拜神的地方 就是要祖壇 或是蓋墊 那你如果還有給我的話 我十分之一給你 所以始於奉獻 在這裡他自己講 就是說 兄弟我們來做本事好不好 就是說賺錢的話 我拿酒你拿衣 這樣可以不可以 所以說可以啊 沒關係啊 所以雅各很厲害 這個老闆如果會跟員工說 有賺的話我拿酒你拿衣 員工也會拼命做 因為不是只有拿薪水啊 多賺多分啊 你知道很多都是員工分紅嘛 所以他跟上帝用這種方法 說我們來分紅嘛 你多給我一點 那你也多一點 那就這樣喔 所以這個很簡單喔 這是雅各有跟上帝許願 那結果他回來以後都忘記了 根本沒有去那邊 也沒有把那個石頭弄成壇 也沒有獻祭 什麼都沒有 食欲有沒有我就不曉得啦 上帝說你不要忘記 你講過的話 你要做啊 你已經回來了嘛 我已經承諾你的都做到了 這是二十八章啦 二十八章 好 那我給你看一個side track 就是何西亞十二章第四節 表面上看 雅各很會做生意 連跟上帝做生意他都要 都要加一點利息 我剛講過他都要加一點 可是實際上不是這樣 那個何西亞就說 其實他是用哭來的 這個很厲害喔 何西亞 在這裡齁 雅各的後代就是猶大人齁 就在這裡齁 他說 耶穆法跟雅各爭辯 照雅各所行的承華他 按他所做的報應他 開始描述雅各喔 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腳跟 他的名字叫抓抓嘛 他很會抓嘛 然後壯臉的時候跟神叫 他不是跟神摔跤嗎 在那個 逼努依勒有沒有 好 跟天使叫力 天使跟神好像互換 並且得勝 哇 好小子喔 連神都摔不夠他喔 他還從神手裡勝了一把 但是結果是什麼 哭泣懇求 在伯特利遇見耶穆法 耶穆法萬君的神在那裡 曉得我們以色列人 所以雅各在那裡被改成以色列 耶穆法是他可紀念的名 所以被改變的不是神 被改變的是雅各 他名字被改變 然後他是哭泣懇求才得勝的 這一點是很重要 他不是他的力量大得勝 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力量不行 他被上帝一摸就白腳了嘛 跑都跑不掉了 他知道他沒有辦法 所以他就大哭 說如果你不祝福我 我就不讓你走 那上帝就說好 我祝福你 你要怎麼祝福 不是土地 不是後裔 是你的名字要改變 你這個人不改變 你得到再多的後裔 你得到再多的土地 不會有好處 坦白講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聖個基督徒 上帝給你再多恩典 不如把你的生命改變 所以改變是最大的恩典 在這裡 你要改成以色列 不要再叫雅各 不要再叫雅各 好 這是何西亞給我們看到的 那 剛才我們看到的 創世紀31章 我們再看一次 就是耶穆法跟他說 我是伯特利的神 就是再次提醒雅各 你在伯特利那個經驗 因為你不要忘記 創世紀31章12節13節 好 我是伯特利的神 你在那裡用有交過的柱子 向我許過的願現在起來 離開這裡回去吧 所以上帝跟他說 你忘記了 可是我沒有忘記 因為我是伯特利的神 那這句話後來 雅各就在回去的時候 就把那個地方叫做伯特利的神 有沒有 那個伊勒伯特利 意思就是 É爾伯特利的神 即使是神自己先跟他講這個名字 35章 剛才我們唸的 就是現在唸的35章 我們就不再看了 就是雅各就把那個地方叫做伊勒伯特利 好 那這個創世紀就是到這裡 接下來就是伯特利這個地方 後來以色列人不是下埃及嗎 沒有東西是下埃及 後來就做奴隸 四百年以後 上帝就派摩西把他們從埃及帶出來 現在回去都是別人的地方 要搶回來 那怎麼搶 約束亞都帶著有些人 就一個一個城 其中應該是第二個城就是伯特利 第一個城是耶利哥 就是過約旦河的話 耶利哥記得嗎 他們繞了七圈 然後城就倒下來 所以他們是 哇就信心大震 就真的說 哇這個再大的困難都沒有問題 後來就有一個小城叫阿 那個很小不點 那約束亞他們說 隨便派幾個人去就擺平了 沒有問題 結果就被打敗仗打得很淒慘 他們就到神的面前打哭 說怎麼辦 神說你們不要輕敵啊 不要以為 我跟你們同在 你們勝略就不得了 所以他們第二次就很小心聽神的話 後來打贏了 那個城不是只有埃 埃的隔壁就是伯特利 所以他打贏的時候 把埃跟伯特利同時都搶回來 所以伯特利是在這裡 又被以色列人搶回去 就是他們進迦南以後 我們看這個 約束亞第八章 也許從第一節來看 約束亞第八章 重點是埃城 可是伯特利是在他旁邊一起 你看喔 約束亞對耶穌也說不用怕 然後帶兵到艾城 就是伯特利隔壁 我把艾城的王跟他的民 他的城他的地都交給你了 那你怎樣帶耶利哥跟耶利哥的王 要怎樣帶艾城的王 所以他就開始挑了勇士 這一次就挑了比較多了 三萬 不是上一次三千隨便挑 然後就打他們去 所以要埋伏不要離開太原 有預備 然後城裡的人會跑出來打我們 那我們就逃跑 就是這個叫什麼 掉虎離山際 就把他們從城都掉出來 掉出來那個沒有城保護 他們再從後面截殺 所以就是前後圍殺 艾城的人就逃不掉 就用這種方法 引誘他們離開城 他們說他們又輸了 所以我就逃跑 那你們就從埋伏的地方起來 奪取那城 你的神把城叫來 就放火燒城 那耶穌亞就倒後他們往前 他們就到埋伏的地方 在伯特利有沒有看到 伯特利跟艾 在艾的西邊 那耶穌亞在民中住宿 早上點民 然後就帶著兵去 然後一公呢 艾城的人他挑了五千人 那結果伯特利跟艾 就都跑出來了 因為有一些兵藏起來 他們沒有看到 那你看 第十四節 艾城的網看電的景況 就讓全城的人 清早急忙起來 按守定的時候 出到亞拉巴前面 要跟以色列人交戰 他不知道有胡兵 那所以他們就裝拜 然後就跑到礦爾 全部的都跑出來了 艾城的人追趕的時候就離開 好 你看第十七節 艾城跟伯特利的城 沒有一個人不 所以這兩個城是聯盟 一起跟以色列人打仗 結果一起都被打敗了 都跑出來以後 那耶和瓦跟約束亞的時候 把那個槍 短槍舉起來 那胡兵就跑出來 奪了城 放火焚燒 艾城 糟糕 他們的城被火燒了 可是沒有辦法 跑不回去 往前又是有敵人 所以就被夾兵 夾殺 所以整個都被殺光了 好 這個是那個 伯特利成跟艾城被約束亞 搶回來的這個故事 在第八章 好 那後來在分土地的時候 我們看他分起來 不曉得是 是那個 以法蓮還是辯雅民 在這裡就是不確定 我們看一下 那個 看約束亞十六章 第一節第二節 約束亞十六章 約束的子孫 年糾 中籤 得到的地 是靠近耶利哥的約旦河 以東邊為界 從耶利哥上去 通過山地的到伯特利 又從伯特利到路斯 接連到亞基人的土地 這個 有一個路斯人 後來沒有被殺死 後面有故事 然後結果他們放他走 他就到隔壁再蓋一個路斯 所以 本來路斯被改成伯特利 後來又蓋了一個路斯 所以在這裡看到伯特利是 約束的子孫抽籤抽到的 你要記得 抽到不是你的 抽到之後你可以去攻 就是說 地圖放在那邊 那大家抽籤 這一塊是你的 所以就不會大家去講 就說 這一塊是歸給你去攻的 所以後來約束的子孫 要自己去攻 把那個地攻下來 並不是說抽給你 就是 就送給你 不是這樣 我們看那個 世事記第一章二十二節 世事記第一章 現在是抽到 然後 然後你看 約束家上去攻打伯特利 也和他們同在 去揮探伯特利 看見有一個人從那邊出來 就說 你把進城的路告訴我們 我就恩待你 那個人就把他暴露 他就把他都殺掉 把那個人放走 那個人就跑掉了 然後就蓋一個城叫路斯 我剛才講過就是 路斯不見了 但是那個人又去蓋了一個路 所以就是這樣子 所以約束家 是伯特利是打下來的 上一個是說抽籤抽到了 那這一個是真的用兵 去把他打下來 這是約束家 約束家就是那個Benjamin 約束有兩個孩子嘛 也不是是依法蓮 我們看 歷代至上第七章二十八節 歷代至上第七章二十八節 歷代至 第七章二十八節 這裡你看 以法蓮 以法蓮是約束的兒子 他有一個叫馬拿西 一個叫以法蓮 所以約束家分兩個 所以那一塊地其實是以法蓮 以法蓮的地業跟住宿 是伯特利跟村莊 東邊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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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事件 所以這個 這個的說法跟剛才那個約束家 是一致的 可是因為他很靠近南邊 所以另外一個地方說 這個是Benjamin 所以或許是那個城市 哪一個主比較強 就算是他的吧 我們看 約束亞 約束亞十八章十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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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他們捏究 約束亞按以色列的支派 捏給他們 Benjamin 有沒有 貝尼亞民支派按著宗族捏手頭的地 是在猶大約瑟祖孫的中間 他們的北界從約旦河 貼近耶利哥的北邊 往西通過山地直到柏亞文 又從那邊往南接到路斯 貼近路斯 路斯就是伯特利 所以這裡說起來是 貝尼亞民支派的土地 可是剛才我們看到的是 不是貝尼亞民 是約束的支派 特別是以法連支派的土地 所以我就是說 聖經裡面好像在這個地方 不是很清楚 可能這個是邊界城 所以哪一個組比較強 就包進去了 可能是這樣 所以是爭議比較多的一個城 好 那個地方呢 就發生那個貝尼亞民 站在那邊的時候 有一次有發生一個事件 就是十個支派覺得有一些人欺負 有一個女的被強暴 那他們要 要貝尼亞民把那個人交出來 貝尼亞民人拒絕 就產生一個很大的內戰 十個支派跟貝尼亞民人大戰 結果貝尼亞民都殺光了 後來他們就很後悔 說糟糕 少一個支派 就跟貝尼亞民的 沒有死掉的小孩子說 你們長大以後 你們自己去搶老婆 因為他們都發誓以後 女兒都不嫁給貝尼亞民自派的人 他說等一機 這個是一個很殘酷的事件 那個事件他們在上帝面前大哭 就是在伯特利 因為那個時候約貴是搬到那邊去 所以伯特利在那個時候 就變成一個宗教中心 我們看四世紀二十章 也許從第一節我看看 四世紀二十章 這是在四世紀末期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不太愉快的事情 所以他們不是有一個立位人的老婆被強暴嗎 然後他們覺得這個不行 要處罰要把那個壞蛋交出來 結果貝尼亞民人拒絕 一直說你們是誰 我為什麼你要講什麼都要聽你的 就拒絕 結果發生這個不愉快的事情 好 我們回去第一節 以色列從旦到別斯巴 旦是北邊 別斯巴是最南邊 所以整個以色列人 住在激烈地 連東邊的都出來 好像一個人 在米斯巴耶和瓦面前 以色列民的首領 就是各支派的軍長 站在審百姓會中 拿步兵的四十萬 哇 這個很厲害 那到米斯巴 貝尼亞民人都聽到了 那以色列人就說 把這個惡事跟我們說明 就是要來慶世問罪 那個立位人 就是被害的婦人的丈夫回答說 我和我的妾 到了貝尼亞民的基比亞住宿 然後基比亞人夜間起來 圍了我的房子 想要殺我 把我的妾強姦到死掉 那我把我的妾屍體 切成一塊一塊的 送到以色列 就是糟告全地 就是說 你看這個貝尼亞民人的基比亞人 做了這個 那麼不好的事情 應該要說 做到處罰吧 然後以色列人就商議 就說 對 我們都不回家 一定要把這個事情搞定 我們要把基比亞人這樣行 要抽籤去攻擊他們 他們就開始抽籤 一百個挑十個 一千個挑一百個 這十分之一 然後要去打仗 要攻擊那種 那就問貝尼亞民說 你們怎麼可以做這種壞事呢 把那些壞人交出來 我們要把他處死刑 把這件事情處理掉 貝尼亞民人不聽 貝尼亞民人出來說 我們要打來啊 誰打誰 所以就打仗 貝尼亞民人就出了兩萬六千 人家是十個自派 他兩萬六千 人家是四十萬 那這個兩萬六千 因為他很會打仗 所以他不怕 你看他有七百個是那個 左手臂子 能夠用那個什麼 甩 甩十字的 那甩得很準 所以他們很有自信 然後以色列有四十萬 然後你看到伯特里有沒有 伯特里是之前的 就問耶和華說 誰要上去跟貝尼亞民打仗呢 那耶和華說 猶大去 他們就去了 就打仗 好 往下 結果那一天就很可憐啊 貝尼亞民人打勝了 這四十萬 打輸那個 打輸那個幾萬人 又被殺了兩萬兩千人 所以以色列人呢 怎麼樣就打輸了 所以以色列人就在耶和華面前哭啊 就是在伯特里亞 問耶和華說 可以打嗎 耶和華說打 所以第二天他們再打 那貝尼亞民人也出來了 上一次是打贏喔 又殺了一萬八千個 第二次又被打敗了 以色列人又到伯特里 這一次哭得很大聲的 然後就禁食啊 然後獻祭啊 然後神的約貴在那裡 亞倫的孫子 以利亞撒的兒子 菲尼哈 菲尼哈就是那個很兇的那個 一支槍把兩個人向恩槍 把他吃在一起那個 那就在約貴面前喔 以色列人問華說 我們還打嗎 已經兩隻都打敗了 還是算了啦 耶和華說去 明天你們就會贏 好 那以色列人又射浮兵 那一樣去打 一樣用那個方法把他引誘出來 然後結果就好像被殺了幾個 那貝尼亞人說 欸他們有打輸了 所以就跟著跑 那以色列人就起來 浮兵又起來 所以很糟糕 好 這一下 吉比亞人 貝尼亞人糟糕了 就殺了 貝尼亞人兩萬五千一百 全部都殺光了 然後他們就把層燒光 好 然後全部都火燒了 然後貝尼亞人就害怕 他跑不回去了 因為層被燒掉了 然後往下 貝尼亞人死了一萬八千 都是勇士 另外的跑的也被殺掉五千 然後又殺了兩千 兩萬五千都死掉 然後剩下六百個 跑到礦尼 到了在那邊住了四個月 那以色列人轉到貝尼亞民地 把各層的人 爭畜都殺光了 好 再來 還有嗎 沒有 再下一張 21張 那他們曾經發誓 就是說以後女兒都不嫁給他 這個人很壞 那結果他們現在糟糕吧 他們都殺光了 那又不能結婚怎麼辦 他們就到伯特里 又是到伯特里 一直哭 說 哎呀 我們這個支派死光了怎麼辦 那這竹烈奏壇 獻祭 那有沒有誰那天沒有發誓 讓他們女兒嫁給他 那他們後悔了 那怎麼辦呢 然後有沒有人沒有上去發誓的 他就發現吉比亞人在那邊 然後他們就打花一萬兩千個勇士 把吉比亞人殺了 然後就把已嫁的女子男的殺了 然後就沒有嫁的女孩子有四百個 然後就說和睦的話 讓他們有老婆可以舉 然後後悔了 希望可以補回來 往下 然後後來呢 他們有一個方法就是葡萄園跳舞 所以你們不要隨便去葡萄園跳舞 因為會被抓去當老婆 這是他們的儀式 就是好像很多宗教也是一樣 就是什麼 中秋節什麼節 女孩子要去廟裡拜拜 要求著如意郎君 你去的時候就給人家看到很喜歡 就來提親 類似這樣 要有機會讓這個女孩子曝光 不然人家都不曉得家裡 有這麼漂亮的小姐 所以這個四螺的女孩子就是有結起嘛 然後他們就跳舞 就不斷出來 那你們看到好的就搶回去當老婆 那就搶回去 那搶回去以後他們就會來說情 說這事情好可憐啊 娶不到老婆啊 就這樣子吧 他們用這種方法 用兩個方法來把這個組補起來 那我想這個故事是要告訴我們說 伯特利在這個事件裡面 也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這是伯特利 好 約貴峰在那邊 然後一直到沙姆爾 世事記末了 最末一個世事就是沙姆爾 沙姆爾就把約貴放在伯特利 以色列人有事情要問沙姆爾 就在三個地方 一個是吉甲 一個是伯特利 另外一個是米斯巴 這三個地方變成他的三大法院 就是處理這個司法行政事件的時候 是在那邊處理 我們看一下這個沙姆爾紀上七章十六節 沙姆爾紀上七章十六節 那沙姆爾就做以色列的士師 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 這是一個吉甲米斯巴 在這裡審判以色列 回到拉馬 在那邊組一座團 所以這三個中心是他的行政中心 他是一個巡迴的 巡迴統治以色列國 然後後來我就跟你們講過 就是南國北國分裂的時候 那北國他就在伯特利設一個廟 那個耶路柏灣我們看 列王紀上十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三節 列王紀上十二章二十五節 好 這個耶路柏灣跟羅柏灣就拆夥了 就一個南國一個北國 那耶路柏灣就住在北國儀化連的事件 這個就是那個事件 住在裡面 從事件出去又蓋了比努伊勒 這個比努伊勒就是雅各跟天使摔跤的地方 那耶路柏灣信裡說 這個老百姓都去耶路撒冷獻祭 這個在南國這個不好 如果老百姓到耶路撒冷在耶和華殿裡獻祭 他們的心就歸向羅柏灣 那我就完蛋了 我就完蛋了 所以他想辦法 所以這個 這個地方就讓我想到 這個政治總要利用宗教 因為宗教是很厲害的 所以你看看台灣也是一樣 那個 那個 所有的選舉 要選舉的時候都去廟裡什麼 上香啊 做什麼啦 有一些上完香要跑去教會再演講一下 就是 他兩邊都拜啊 因為他兩邊選票都要 政治知道宗教是一股力量 所以沒有一個政治家會忽略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是一個政治家 他知道他的國度剛剛形成不穩定 萬一宗教後面他不能處理好的話 大概就他王位做不久 所以他就處理 他處理很簡單 自己弄牧師啊 現在那個中國大陸 跟黃帝剛一直搞不來就是這樣 因為中國要自己弄那個主教 因為全世界的天主教那個 都是由黃帝剛派的知道嗎 指定的 所以他是中央集權 那中國大陸就不甩這一套 所以現在跟黃帝剛很緊張啊 就是在這裡啊 因為自己弄自己的宗教人士 我自己控制啊 連那個什麼喇嘛 那個共產黨都要管啊 對不對 你弄一個我也弄一個 那就是政治力量要伸到宗教裡面 這是一個例子 他就是要伸進去 那如果他們到那邊鬧我就完蛋了 所以他就想辦法 如果往北邊去了 我在北邊弄一個廟 往南邊去了南邊弄一個廟 那南北都包起來就很安全 從北邊要到外面去拜的 在那邊就好 不要到別的地方 這個叫蛋 所以你看 耶路婆安就想好了 鑄造了兩個金牛肚 對百姓說 以色列人啊到耶路撒冷 哇 真香啦 這個就是帶你們出埃及的神 就是這個金牛肚 那一隻呢放在沃特利就是南邊 要去耶路撒冷會過那裡 一個在淡就是北邊 所以他南北邊都包了 那這個事就叫百姓現在醉 所以北國一直都不好 因為他們就是一直拜偶像 他們往淡去拜那鳥堵 那在秋毯裡面建殿 那又找不屬立位的人的人做祭司 就是我說自己找自己的宗教人士 比較好處理 就好像那個中國大陸就是 如果你不來登記我就取締你 那最好你是來我這裡登記我就給你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有那個地上教會 跟地下教會 就是不給政府掌控的 他就把你揮法取締 那個法輪功有沒有 就被欺負得很厲害 如果你乖乖的讓我處理的 那我就給你一個什麼證書 你可以 所以表面上我們中國大陸是宗教開放的 其實是政府還是要監控 不讓你隨便講話 是這樣 那他自己在訂結期 訂八月十五 所以自己設他們的拜拜的日期 自己設自己的牧師 然後自己蓋自己的廟 然後就自己獻祭 那在伯特利也這樣 像他所住的牛肚獻祭 立秋毯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 那這個八月十五自己訂的 這個是不是中秋節我不曉得 然後就要燒香 這個很厲害的呢 就是說馬總統自己要燒香 可是猶太人不行啊 國王是國王 這個是政教婚禮 這個宗教事務是由宗教人士做的 這個講得很清楚 他說不行啊 我是老大為什麼 我不能當主祭呢 他就自己弄 結果上去就派一個南國的先知 就來罵他 你怎麼可以這樣 結果那個國王就不高興 我已經衣服穿好了 要先知你在那邊攪局 就說把他抓起來 就把他抓起來 結果那個手一伸出來就中風了 那個手就不會動 糟糕 這個手就不會動 他要先知手要動來動去才能陷 所以他就嚇一跳 然後跟上次說不好意思 我年輕不懂事 那上次就原諒他這個手又可以動了 所以很好玩 可以演電影 就是柏特利在柏特利發生的事情 好 往下 那結果呢 這個上帝就派一個人 從猶大到柏特利 伊勒坡灣要燒香嘛 這個人就對坦講話 他不敢 他不敢對人講話 他就對那個坦講話說 坦啊坦啊 伊勒坦說 到位家要生一個兒子叫約西亞 那他要把秋坦的祭司 把燒香的全部殺掉 那骨頭要燒在上面 那說 這個坦會破掉 然後灰會掉下來 結果真的坦就破掉 那這個伊勒坡灣就很不高興 他要做他的儀式 結果他來這邊搗蛋 然後就說抓起來 那那個手就中風了 我就說那個手就 就不會動了 糟糕 這樣就不行啦 不能當國王 那坦也破掉了 龜也傻了 哇這個太靈了 我們就跟那個人說 抱歉啦抱歉啦 你替我禱告 這個政治人物很厲害的 能聲能說對不對 抓起來是他講的 說對不起是他講的 而且一秒鐘裡面 馬上臉就翻過來 所以這個很軟 應該像章魚一樣 才可以當政治人物吧 應該是這樣 這叫章魚嗎 是嗎 就很軟這樣 這個 這個耶路坡灣不愧是政治人物 那就禱告喔 然後 然後就要請他吃飯 這個很厲害 人家幫他做事 要請吃飯 那耶穫瓦交代那個人說 不能吃飯 事情做完趕快跑 不可以吃飯 這個人就 不可以喝水喔 然後不可以從原路喔 耶穫瓦交代他喔 那這個神人就不可以耶 耶穫瓦跟我說 你就是一半給我也不行喔 就是不吃飯不喝水喔 他就跑了喔 然後跑的時候呢 這個老先知 有一個老先知就跑來跟他說 哎呀你那麼辛苦來幫我們服務這樣 啊雞嘛這樣子嘛 上帝你也是先知我也是先知啊 上帝來跟我說上帝改變心意的就可以吃飯了 那接下來 那這個就被擄耶 人家已經跑掉了 還去把他抓回來喔 他就說 欸你是從南國來的神人嗎 他說是啊 他說欸回家吃飯了喔 好再來 那這個說不行耶 上帝說不可以啊 不可以喝水 他說上帝跟我說現在可以了啦 那我跟你一樣啊 那天使來跟我說啊 其實是騙他啦 結果這個人傻傻的 這個年輕剛生學院剛畢業沒有經驗 所以那個老牧師給他一瘋一瘋 他就 啊既然上帝這樣講 也許上帝改變啊 他就回去吃飯了 結果吃完飯呢 好啦 耶娥就說 你既然違背我的話 我叫你不可以吃 居然你吃齁 所以呢 你的屍體不能入魂墓 那吃喝完了 結果呢 他回去的路上被獅子咬死 但是沒有吃他的屍體 屍體就在那邊 那這個老先知就不好意思啊 他騙人家回來吃完就害人家被獅子咬死 然後就說 這是違背了耶娥命令的神人 耶娥把他交給獅子 獅子咬死他 他就被盧幫他埋葬 這個故事也是很吊詭啦 然後他就跟他兒子說 我死了我要住在他旁邊 要葬在一起 這個是博特利又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所以 這個就很很 我很納悶喔 就是我們乖乖的神叫我做什麼就做什麼 結果被騙了還是自己被處罰 就是被獅子咬死了 好 這個是耶穌婆灣自己隨便來的結果是這樣 再來講一個故事就是那個以利亞 以利亞要離開世上 以利莎要繼承的時候 以利亞幾次跑 就是有一次跑到博特利 以利莎就是不放手 一直跟一直跟 跟到最後他就拿到那個狗鼻大衣 就是他的老師那一件 很有神力的衣服就拿到 那其中一個是吉甲 一個是伯特利 最後一段是耶利哥 以利莎升天的時候 是在耶利哥的約旦河邊 可是中間伯特利也有出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伯特利在以利亞的身上 列王記下二章第一節 列王記下二章第一節 耶穌瓦要用旋風接以利亞升天的時候 以利亞跟以利莎從吉甲 這是第一個中心 這個沙姆尾他的 吉爾岳 以利亞對以利莎說 耶穌瓦叫我去博特利 你在這邊等我 以利莎說不可以 我指的永生要來的 你去哪裡我就去哪裡 所以兩個一起去博特利 那博特利的先知 門徒出來看以利莎說 耶穌瓦今天要接你先升离開 你知道嗎 他說我知道你不要講話 我會跟著他 然後以利亞就在跟以利莎說 耶穌瓦又改變心力 要我去耶利哥 你在這邊等 以利莎說我發誓 你怎麼跑我都 我要跟著你了 就到耶利哥 那住耶利哥的先知 耶穌瓦今天要接你師父你知道嗎 他說你不要講話 我知道 然後以利亞對以利莎說 耶穌瓦要我到約旦河去 你在這邊等 以利莎說我發誓怎麼樣也不可以 他們就其他的門徒沒有跟 最後就是以利莎跟了 那結果要過約旦河的時候 以利亞把他的外衣捲起來打水 水分成兩邊他們走過去 那以利亞跑不掉就跟以利莎說 哎呀到底你要什麼 他說我要兩倍的零啊 這個很貪心喔 他似乎已經很厲害了 他要double 這是應該叫什麼 double espresso還是什麼 只是你要怎麼泡咖啡 我要double 我要double 以利亞說很難耶 但是我離開如果你看得到的話 就得著不然就得不到 結果他得著 因為火車火馬要把他接走的時候 他看到他大叫 我爸爸我爸爸以色列的戰車馬兵 以後看不到 他把自己的衣服撕為兩片 因為他撿到他似乎掉下來那個外衣 他就用那個外衣打水就過去了 以利莎就開始起來服飾 所以伯特利在以利亞以利莎的交接上面 也扮演某一種角色 接下來我們看伯特利後來 就成為那個宗教混亂的一個中心 因為北國一直都拜偶像 所以上帝就讓北國先滅亡 722年被亞述滅亡 滅亡以後亞述採取一個策略 就是移民 他把這個地方的人都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把別的地方的人搬過來 這樣你就不會搶手 就是你沒有蒂頭 你知道那個警察是不是也是這樣 在一個地方多久就被調動 因為太久了就會變成蒂頭 知道嗎 就會出問題 所以這個亞述很厲害 他怕人家在當地不久就開始有 會叛變 所以就把他調調調 調到結果 從外國調來的人搞不懂 耶和王要怎麼拜 他們就亂拜 結果又被獅子搖死 所以人家都報告到亞述說 你這樣移民 那些人被獅子搖死不行啊 那個公司怎麼辦 他說你應該派以前在這邊 知道怎麼拜的人 回去教他們怎麼拜 才不會這樣子 所以亞述王又派了一個 這個撒馬利亞的先知 回去教那個人在伯特利說 應該要怎麼拜耶和王 這個就開始變成什麼呢 台灣人一樣 就是說 如果說啦 你拜馬祖 你的問題都解決了 你就繼續拜馬祖 就是你有什麼問題去拜 拜王的問題就解決就好了 可是當你拜馬祖 問題沒有解決 人家就幫你報了 不然你來拜這個 不然你來拜那個 不然拜關公拜什麼 不然你拜耶穌啊 耶穌也不錯啊 大部分台灣人 當他困難沒有解決的時候 人家報什麼 沒有解決嘛 他就還不錯的時候 你在台灣人會怎麼樣嗎 我就通通拜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樣比較不會得罪啊 對不對 我本來拜馬祖拜那麼久 現在不拜也說不過去啊 他以前至少也保護過好多次啊 當地人就這樣 就是說 我就多拜一個上帝嘛 那我也不得罪你們的上帝 我原來的神也沒有得罪啊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 宗教混合主義 叫Syncretism 不是可以不可以 就是說我們人會有這個傾向 就是說我們本來的價值體系 不容易整個換過來 我們比較方便的做法是加 就是說原來這個不動 然後我再加一個這個 這樣比較安全啦 台灣人是很聰明的 就是要安全 當地的人也是一樣 我們看一下 《類王記》下十七章二十四節 好 這個就是說他們就被亡國了嘛 亞述就把他們帶走了 全部俘虜到亞述去了 然後亞述就從巴比倫 古他亞瓦哈馬西法瓦因 就從那邊搬人過來住在撒瑪利亞啦 代替 我講的就是把人家大搬家嘛 大風吹啦 他們就在住在那邊 可是他們住那邊的時候 因為不知道怎麼拜嘛 所以耶穆阿就叫獅子去咬了一些人嘛 有人就報告國王說 欸 這樣不行耶 你前你住在撒瑪利亞的人 他們不知道那個神的規矩啊 對不對 你到人家的地頭 總要了解人家 人家那個廟是怎麼處理的嘛 你要教他嘛 所以獅子進來你看把他們咬了 那亞述王就說 這樣喔 這樣簡單啦 一個抓來的祭司放一個回去啊 叫他們規矩叫他嘛 所以有一個從撒瑪利亞抓來的祭司呢 就住在伯特利 就伯特利喔 就叫他們怎麼敬拜耶和 所以你看看二十九節 各主的人就住在城裡 各位自己製造神像 安置在撒瑪利亞人所造的秋彈殿中 巴比倫人就造蘇格比那像 吉他人 古他人就造逆甲像 哈馬人就造亞士 所以各有各的神明啦 那亞瓦人就造逆哈和他兒他像 那西法瓦因人 就用火焚燒兒子獻給西法瓦因的神 亞德米勒跟亞拿米勒 他們懼怕耶和華 也從他們中間立基斯 為他們的秋彈的電線祭 所以這個就是我說宗教混合就來了 他們又懼怕耶和華 又侍奉自己的神 從何方遷移 就隨從何方的風俗 一直到今天照這樣去走 不專心 所以這個就是撒瑪利亞 後來猶太人就看不起他們 就有這個背景啦 他們的血統也混了 他們的宗教信仰也混了 到今天撒瑪利亞人 還是被猶太人看不起 因為他們是失去他們的自由 那可是猶太人很厲害 他們不管是亡國多久 他們那個種族跟那個信仰 那個很堅持知道嗎 所以他們沒有被亡主 亡國和亡不了族 後來1948年不是他們 又回去建立以色列國嗎 他們靠那個信仰那種堅持性 這個就是跟人家混混混混混混 後來就不見了 好 這是在伯特利發生的這個宗教混合 然後到了北國亡了以後 南國約西亞王搶的時候 把伯特利包進來 他就把所有的這個偶像內 那個全部毀掉 記不記得那個 那個 耶諾婆安在那邊拜拜的時候 那個 徒人不是講說 將來有一個網會來把你們 這裡的那個祭司 他真的做到 這是約西亞 他把偶像清除 就是在伯特利的地方 我們看 《列王記》下23章1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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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從第10節看 開始 約西亞開始大清掃 把辛倫子谷的投回特 不許人在那邊用兒女驚火 就是開始 他們在那邊用這種方法 拜他們的神明 魔肉 他把他禁止 然後《列王》 《列王》在耶路撒冷殿旁邊 太監拿丹 米樂靠近遊覽的屋子 向日頭所限的馬會去 用火燒日車 《列王》在亞哈斯羅頂上所談 《列王》在耶路撒冷殿旁 全部都拆毀 把灰倒在吉倫區 從前 以色列王 所羅門在耶路撒冷前 斜壁山邊 為西頓人可征的亞斯塔路 摩亞人可征的沈基末 亞門人可征的沈米樂宮 他全部都誤會 然後打碎塑像 砍下木偶 把人的骨頭充滿那個地方 把伯特利的壇 就是以前 就是耶路撒冷殿族那個壇 拆毀魂燒打成灰 魂燒亞瑟拉 約西亞回頭看見山上的火木 就把火木的骨頭都抓出來 燒在壇上誤會 就好像從前神人宣傳耶和華的話 那約西亞說 那個杯是什麼 就是那個人 神叫他不要吃 他吃後來被獅子咬死 這個墓碑在這裡 約西亞說由他吧 不要動他的骨頭 他們就不動他了 就是這個故事 所以約西亞應該是 我看起來是比較像那個 哈尼什麼 約尼哈 就是那個正義 然後就是對就對 不對就不對 然後不對就很堅持 約西亞屬於這樣 所以就是全部的 他認為不合理的 全部燒掉 全部殺掉 這個是約西亞文 然後這個北國在這樣的時候 上帝從南國派一個先知 去跟北國警告說不要這樣做 這個先知叫阿摩斯 我們看阿摩斯四章四節 阿摩斯四章四節 以色列人啊 任你們往伯特利去犯罪 到吉甲增加罪過 每日早晨獻上你們的幾乎 每三四節 就是說他們在那邊是拜偶像 所以阿摩斯就上去罵他們 第四章 然後第五章第五節 就勸他們不要去那邊拜偶像 不要往伯特利尋求 不要進入吉甲 不要過到別世法 因為吉甲被掳掠 伯特利歸於無有 所以阿摩斯警告他們 你們不要拜偶像 然後後來就引起一個伯特利 阿摩斯的不高興 我們看第七章 阿摩斯第七章第十節 這個叫做亞馬蟹 就起來跟阿摩斯對抗 阿摩斯第七章第十節 伯特利的祭司亞馬蟹 打花人到以色列王 耶路普安 這是耶路普安二世後來 阿摩斯在以色列中圖謀背叛你 他所說的話 這口擔當不起 阿摩斯說 耶路普安必被刀殺 以色列民被掳 亞馬蟹就對阿摩斯說 你這個先站哪 你趕快回家吧 在那裡上班 不要來這裡 不要在伯特利在搜尋 這裡有王的聖守 有王的宮殿 阿摩斯對亞馬蟹說 我不是先知耶 我也不是先知的門徒 意思就是我沒有上神學院 我也不是什麼 我只是一個牧羊人 我做喪事的 就是我是農夫 是耶穆瓦叫我來講 我才沒在做這個 我是被叫出來的 因為我是牧羊人 是耶穆瓦叫我 叫我不跟羊犬說 你去向以色列搜尋 亞馬蟹你要聽耶穆瓦的話 不要向以色列搜尋 也不要向以撒加地下議員 所以耶穆瓦說你的妻子 他在城中做軍營的兒女倒在刀下 意思是他就罵他了 就是說以色列人一定會被盧 後來以色列人真的被盧 這個也是發生在伯特利的一個小插曲 後來他們南北溝往了以後 以斯拉跟尼西米帶人回來的時候 又住到伯特利去的 我們看以色列第二章二十八節 以色列第二章二十八節 以色列 二十八節往下 這裡有伯特利人 愛人 兩百二十三名 這個就是說他們有回去 就是回去的時候伯特利跟愛 有回去兩百多個 尼西米 第七章三十二節 也記同樣的事情 第七章三十二節 伯特利人跟愛人一百二十三名 這是尼西米所記的 還有尼西米十一章三十一節 辯雅米人從加巴奇住在密摩 雅雅伯特利和蘇伯特利 所以辯雅米人又住回來 這個是他們貝盧回去以後又住在那邊 好 那以上是聖經中有關伯特利的一些背景 那這個伯特利會這樣子是從亞伯拉罕開始 在那邊祖壇敬拜耶和華 可是沒有特別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到雅各的時候是雅各生命的一個大轉變 包括逃難的時候在那邊耶和華向他顯現 然後從拉班回來的時候 又回到那邊 上帝跟他說我是伯特利的神 所以神要雅各很注意伯特利的經驗 在他的信用中應該有很特別的 那我要稍微講一下這個 伯特利的神有什麼意義 第一個 雅各是在他的人生最低潮做壞事情 然後要得到他哥哥要追殺他的情況下 神向他顯現 所以換句話講 基督教所講的上帝跟人的互動 並不是忍去找上帝 是忍做錯事情上帝來找人 這個是伯特利的神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記不記得創世紀開始的時候 亞當夏娃吃了不該吃的水果的時候 那並不是亞當夏娃跑去找神跟神說 對不起我們吃錯了水果 請你原來不是 是上帝來找亞當夏娃 來跟亞當說你在哪裡 然後亞當是躲起來 上帝跟他說你不要躲起來 你要面對你的問題 我會幫你解決問題 但是你不能用這樣躲藏的方法來處理 所以整個基督教講的是上帝找罪人 上帝找人 那伯特利也是雅各是做錯事情 雅各騙爸爸騙哥哥 然後把這裡搞成這樣子 可是上帝還是要他 要這樣的人 這是第一個伯特利的神 第二個就是上帝讓雅各跌破眼鏡 因為雅各以為耶和瓦是住在別世吧 因為他的爸爸是拜耶和瓦 耶和瓦應該是跟他爸爸同在 他萬一沒有想到耶和瓦也在伯特利 他萬一沒有想到 這個叫surprise 就是說我這樣講說 我們基督徒會以為上帝在哪裡 會有這個 所以大部分人會以為上帝在禮拜堂 大部分的人 所以你很少看見 基督徒在禮拜堂殺野的 很少看見 不管帶爛的基督徒 要來禮拜堂總會穿得比較像樣會不會 穿得比較正式一點 然後一進到禮拜堂呢 講話做事情就是規規矩矩的 因為我們以為上帝在這裡 這個地方叫聖殿 那這是我們的錯誤 因為雅各可能也是有 所以他很surprise 那個地方是野外 沒有任何廟 什麼都沒有 他是等一塊石頭在那邊睡覺 他在逃難 荒郊野外 根本跟別世吧都沒有 離開400公里 他認為上帝怎麼可能在這邊 所以他嚇一跳 他說耶和瓦在此我竟不知 所以第二點我跟大家講的就是 我是伯特利神 告訴我們說你不要以為上帝在哪裡 上帝是什麼地方都可以在 特別你在做壞事的上帝就在那裡 記得這一點就是 所以不要surprise 不要surprise 上帝是哪裡都在 一方面是讓我們安心 一方面也是讓我們要警惕 我們人會做壞事 常常會以為上帝看不到 可是上帝不在這裡 起碼當你認為上帝在這裡 至少你壞事也不敢做得那麼大 這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是 上帝是在那裡讓雅各看到 上帝是一個願意跨越人跟神之間的 祖閣的神 因為神是無限的 人是有限的 神是聖結的 人是有罪的 所以這個是兩個 好像油跟水混不在一起 就是這兩個是根本不搭啦 沒有辦法 可是上帝在佛特利上 看見一個天梯 那個天梯就把有罪的 有限的 有問題的地 它的梯頂是頂在地上 可是它的頂端是頂到天上 如果天代表聖結 代表無限代表上帝 地代表雅各 代表這一個罪人 代表有問題的話 那麼這個佛特利的神代表 神是樂意把天地或是聖結跟罪惡 把它搭起來的一個神 他不希望我們人永遠沒有辦法跟上帝 有溝通的機會 所以他是把那個天梯讓雅各 所以佛特利的神的一個意思是 他願意把這個搭起來 這個搭起來的這一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耶穌 因為耶穌在到世上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看約翰第一章五十一節 約翰第一章五十一節 往下 這個是約翰介紹兩個同學去跟耶穌嗎 其中有一個就跑去找他的朋友 他的同學說 我們碰到那個彌賽 那個人因為上課比較認真就說 你如果不去那個地方出什麼好東西 拿撒路有什麼好東西 那耶穌就跟他說 即使你在樹下我都看到你 那個人就嚇一跳說 你怎麼那麼厲害 然後 來往看這裡 往上一點 再上 菲利 就是約翰介紹他找到拿丹烈 另外一個就是去找哥哥 那個安德烈就是找哥哥彼得 這個是找他朋友 約翰找拿丹烈 跟他說 那個那個那個 我們上神學院的課那個那個來了耶 我們看到了 約瑟的兒子 那拿丹烈說 哎呦你們就讀書 拿撒路就沒名 在舊位裡面找不到他名字啦 有什麼好的 不然你來看 那耶穌看到拿丹烈就說 這是個真以色列人沒有詭詐 拿丹烈嚇一跳說 你怎麼知道我 耶穌說 你躲在樹下我就看在你了 拿丹烈就這樣就說 你是神的兒子 哇這個很厲害 他變得很快 以色列的王 耶穌說 我只是跟你說 我在無花狗樹下看見你 你就這樣子嗎 還有更大的事 什麼叫更大的事 我們一起來念來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大部分的聖經學者認為 這一句話是quote 就是創世紀28章 因為天開了 然後看到一個天梯 然後天使就在天梯上面上去下來 在天梯上面 所以耶穌用這樣比喻說 他就是那一個要把有罪的人 跟無罪的神連在一起的那個中介 所以我們基督教說 我們一定要藉著耶穌基督 才可以到神的面前 即使眾人 因為有罪的人跟無罪的神 是搭不在一起 是不可能啊 真的在一起我們就會被神審判掉了 也活不了了嘛 所以在這裡 耶穌基督就把我們跟神之間 無限跟有限 有罪跟無罪內 把它連起來 所以說耶穌法跟雅各說 我是伯特利的神 意思就是說 我會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讓有罪的人跟無罪的神 是可以相連相通的 第三個 這個伯特利的神 除了有天梯以外 祂還有很多天使 祂派很多天使 這個天使做兩個動作 一個是下來 一個是上去 所以耶穌基督 祂不是只有自己 祂派很多天使 下來要把上帝的恩典給我們 上去要把我們的禱告 帶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我們跟神之間 除了有耶穌以外 還有很多神的使者 做我們的保護者 做我們的傳令兵 就是我們跟神之間 可以借著他們溝通 這也是 我是伯特利的神的 一些可能的解釋 那我是伯特利的神 再來一個解釋就是說 耶穌法是守約的 那伯特利是 耶穌法跟雅各立約的地方 耶穌法很重要這件事情 所以人跟神之間 約是很重要 就好像說 丈夫跟太太之間 約是很重要 是這個約讓你們的關係神聖 是這個約讓你們的關係穩固 那耶穌法在意的是 雅各你有沒有守約 你有沒有跟我一起守約 那我給你的承諾我會做 我會保護你 我會供應你 我會帶領你 我會帶你回來 這個我都做了 那你有沒有把我當你的神 你有沒有親近我 你有沒有敬拜我 所以我是伯特利的神 代表約很重要 這是第一個 還有一個 在這裡 耶穌法在伯特利跟雅各講話 雅各在這裡跟上帝講話 這個是可以互相交通的 上帝並不是說 你點點你聽我說就好 我就告訴你你就聽我 不是 上帝也願意聽雅各講話 這個我們叫做祷告的神 上帝鼓勵我們要祷告 我們聽上帝的話 我們讀聖經 看上帝對我們有講什麼話 我們跟上帝講我們心中的話 這也是一個伯特利的神 另外一個意義 就是要我們有祷告的生活 祂是一個祷告的神 那再來一個 就從雅各這邊來講的話 這裡還有一些可以分析的 時間的關係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本來那個石頭是枕頭 是普通的石頭對不對 就是當雅各說我要把這個石頭奉獻成為聖殿的時候 他把那個石頭做一個動作就把它樹立起來 做一個記號 然後他澆一點油做一個儀式 這個石頭就已經不是普通的石頭 所以我是伯特利的神告訴我們說 神會用我們一般的東西 就是比如說這一塊木頭 這個只是一棵樹弄下來的木頭 可是當他被人被一個椅子的公司 弄成一個放在聖殿的這個椅子的時候 他就已經不再是一個普通的木頭 這個是有人坐在這邊 可以跟上帝親近的一個椅子 這個東西本來跟別的木頭完全都一樣 但是因為他們願意把它擺到聖殿 來讓人在這邊敬拜神的時候 這個東西的意義就被轉化變不一樣 所以我們的生命也是一樣 我們其實就是爸爸媽媽生我們 我們有各種才華各種缺點各種個性 可是當我們願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裡的時候 就好像把那個枕頭的石頭把它立起來說 這個要成為神的家的時候 神就會把它聖化 神就會讓它成為幫助人可以親近神的 那這個裡面就有很深的意思在裡面 就是說我是伯特利的神 就是那個石頭來講 還有金錢 他說我願意奉獻十文之一給上帝 還有我就以耶穫法為我的神 所以在這裡 除了神跟雅各答應了幾個 雅各也對神有一些承諾 我想這些承諾 如果你回去你仔細想一想 恐怕在我們的信仰上面 都有一些我們可以學習的功課 基督教的信仰就是這樣的信仰 雖然雅各根本不知道耶穌是什麼 可是就在這個故事裡面 就是伯特利這個故事裡面 我們可以找到很多我們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核心 我們一起來禱告 感謝上帝 伯特利這個小小的地方 因為雅各在那裡有一點點的屬靈的經歷 成為我們信仰的一個很可以學習的一個地標 也許我們每一個人在人生當中都有不如意的時候 挫折或是做錯事情 或是覺得走不下去的時候 可能那個時候是我們生命得以轉變的契機 求神幫助我們 可以跟雅各一樣 不管我們做再壞的事情 不管我們碰到再大的困難 我們都願意到你的面前來 因為你樂意在那種時候 向我們顯示你自己 那我們願意抓著那個機會 來跟你有盟約 跟你有禱告 跟你有發生個人的關係 我們但願那樣的時候是我們生命轉緩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雅各被變為以色列 我們成為抓住神的應許 我們成為一生可以敬拜神 可以侍奉神 也可以讓別人得到神祝福的人 願上帝把這樣的恩典也賜給我們 今天下午我們每一個人要做的事情 求上帝你來保守跟帶領 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